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大人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不错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当然 此案发生在商州 你身为商州之州职责所在 当然由你来审 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这 怎么 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不 下官不敢 只是 这只是一桩小案 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 住口 人命观天 怎可说是小案 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 那孙强一条信令 就如此不值一宫 不不不不 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下官是说 李大人 这一桩小案 竟然没有早见人命之心 何不就以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是 是 那是当然 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那分墙 可是关押在中衙大牢之中 正是 那就即刻升堂 本府倒要看看 你在商周之中 是如何审案 如何判刑 是 下官遵命 包大人请 下官是否可以 李大人请 是 待人犯孙强 是 孙强 叩见大人 孙强 你犯下抢夺之罪 你可认罪 小人认罪 你身为军人 抢夺他人之才 那是死罪 你明白吗 小人明白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 城堡开封府勾绝之后 于秋后处决 你是否还有话说 小人 小人无话可说 好 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 来人 大人 把孙强 弯压大牢 是 请慢 包大人 包大人 下官是否审错了 对错与否 姑且不论 李大人为何不问 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 这 这 这 是 是 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该问 该问 下官 立刻就问 立刻就问 孙强 你为何要抢人财物 还不从事招来 回大人 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 没钱奉养 所以才出此下策 胡说 你既然人在军中 就有军中的粮饷 又怎么会没钱呢 大人 军中已有半年 只发粮不发饷了 岂有此理 跪下 孙强 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 有粮无降 你且细说明白 孙强 你可知本福是谁 回 大人 小人不知 本福乃是开封府福音包诊 你可曾听过 是 包青天 包大人 不错 本福行事为人如何 想必你该清楚 有话你尽管直说 有本福在此 谁也不敢为难你 是 孙强 包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还不快回话 是 回包大人 小人隶属商周马军左卫营 全营官兵 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向营呢 你银中官长又是做何解释 据他们说是朝廷言误发放的 胡说 延发军响如同延误军机 依罚论罪是死罪一条 谁敢延误 你不可信口胡说 回包大人 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行 杨指辉的确是这么说的 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黎大人 下官在 这杨指辉是何事 平日官平如何 回包大人 此人名叫杨报 至于官平嘛 军方之事 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 所以 如此说来 你是毫不知情了 是啊 孙强 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 犯下强案 違法犯罪却是事实 你可明白 小人 明白 黎大人 下官在 研发军响的真情如何 本府自会查明 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 天后本府才多 是 来人 大人 把孙强押回大老 是 走 黎大人 来人 研发军响足以动摇军心 甚至造成兵变 如今 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 义庄小案了 义庄小案了 是是是是 是下官一时失常 好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 可可如此草率办案 亲见人民 倘若 因你草草结案 而造成巨祸 你又该如何担待 而奉而入 皆是明知明高 如此满憨糊涂 你又有何烟面 上队朝廷 下队百姓 下队百姓 下官知错了 请包大人 称重 你是否失知 本府战不追击 你且通知杨宝 要他明日此时 前来周扬 本府要当面问话 是 下官 遵命